首针七年的白静廷最终却被马思成破了戒 2021年连续七年没拍吻戏的白静廷 在《你是我的城池银垒》中 向马思成献出了荧幕初吻 33岁的金马影后马思成 在《你是我的城池银垒》中 夺走小他六岁的白静廷荧幕初吻 白静廷虽已出道七年 待人喊拍摄感情戏挑战很大 一场霸气吻戏幕后花絮中 却见白静廷没抓好角度 竟吻上了马思成的鼻头 动作相当深色 而在另一场壁咚马思成的戏中 白静廷一个帅气转身 手却滑了一下没附着墙壁 只能尴尬傻笑 不过白静廷和马思成首度合作 人默契十足 他大赞影后演技自然 剧中很多台词动作的小细节 都是两人现场碰撞出来的火花 像是一场马思成须上场解救 气喘发作的人质 白静廷帮他放入耳内接听器 在测试声音时 马思成喊了三声 白静廷剧中名 邢克蕾 让许多网友隔着荧幕 都感觉到酥麻 而这细节是临场设计的 更逗趣的是 拍摄中 白静廷和马思成互动太过自然 常常让导演入迷 忘记喊咖 还得让 要两人演到笑场 回头拜托导演喊咖吧 而两人因此剧拍出好感情 斗嘴从戏内斗到戏外 最新一集白静廷趁机大秀 二头鸡和腹肌好身材 却遭马思成无情吐槽 你撞烁手臂好吓人啊 很像牛蛙 让白静廷哭笑不得 你是我的城池银垒中 特警的霸道暖男形象 让白静廷近期成为话题人物 更在网络影响力排行榜直冲第三名 可见人气爆红程度 而私下也是直男一眉的他 与粉丝的互动也超幽默 他见粉丝喊他老公 却留言回复醒酒方法 让粉丝清醒一点 还因此登上热搜 这是他15部作品中 唯一一次出现吻戏的作品 马思成对于白静廷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平时细节中 也足以看到 他对马思成的特殊用心 有人发现 白静廷原来的微博关注 共有200多个 后来取关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变成140多个 而在这个过程中 马思成是一直处于 他关注列表里的女性 白静廷参加明真时 前面九期 他都跟节目中的女性很少互动 要么就是避开目光 接触不敢直视 称呼鬼鬼无影劫时 尊称他鬼姐 以至于有人怀疑 他俩节目内闹不合 结果第十期 马思成来了时 白静廷一反常态的 非常活跃 跟马思成说说笑笑 眉目穿青 甚至有时会出现 动作神童步的情况 这段绯闻的事实依据时 白静廷似乎一直对姐姐类女孩 轻入独钟 他早年曾被好友爆料 上学时他暗恋过一位学姐 并不惜为了学姐 尖色忘义 2017年又被透露 与大两岁的爽泽传绯闻 对方还送给他娃娃作为见证 而马思成比白静廷大四岁 不知是否应了他的爱好 不过此前便有透露 马思成跟盘尼西林乐队主唱 张哲轩走在一起 两人传出过食指箱扣罩 张哲轩虽然被人实锤 人品不好 但依照马思成的恋爱脑 两人未必没可能 倘若白静廷跟马思成的绯闻为真 他们的故事会如何收场 白静廷曾被粉丝 透露用2000万买限量鞋 2000万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一个月薪4000的人 从明朝开始打工 到现在累计赚到的钱 其实白静廷出身并不好 父亲是普普通通的 出租车司机 供儿子上学的钱都是血汗钱 但好就好在 父亲对他的前途非常看重 曾为了让白静廷有一技之长 东拼西凑 不惜用一万块买下天价钢琴 白静廷初中时 因为沉迷游戏 差点没有考上高中 父母便四处托人找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白静廷 更加能理解节俭的品质 他沉迷后花钱最多的地方 不是豪车名表 而是送给父母的一套海南海近方 他自己则把钱全省下来 不惜一直住出租屋 然而对于鞋子 他却有一种执迷不悟的痴狂 2000万买鞋意味着 即便一双鞋价值一万 他也起码有2000双 如此庞大的储鞋量足以够 他开一家潮鞋店 有次何炯到白静廷家吃饭 结果发现他家放满了鞋盒 最后两人只好在鞋盒堆中吃完火锅 然而白静廷买鞋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穿或者别有可图 仅仅是对鞋子有特殊爱好罢了 有次他参加综艺节目 24小时被林志颖踩鞋 吓得立刻尖叫起来 因此粉丝调侃说 能让白静廷生气的方法只有两种 一种是踩他的鞋 一种是卖给他假鞋 在白静廷的微博评论区 也经常出现假鞋梗 调侃白静廷对鞋子的爱惜 有时粉丝甚至打算组团给白静廷买鞋 当然这只是一种亲密的互动方式 白静廷爱鞋 源于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比如他为了见到NBA偶像詹姆斯 抽空来上来与之合照 东京奥运会结束时 他给运动员李梦 送了一双洁白的运动鞋 所以白静廷即便用几千万买鞋 也绝不是出于炫富心理 而是一种对爱好的执着 同样是拥有少年感的男孩 为何白静廷和刘浩然风格完全不同 刘浩然是阳光大方自然的 无论任何角度都能驾驭得住 白静廷却是稳静内敛羞涩的 气质永远保持收敛的状态 当朋友戳破他暗恋学姐的往事时 他羞涩的立刻转过身去 倘若在场的是刘浩然 他肯定没这么大动作 其实白静廷最初是想通过韩国练习生 进入娱乐圈 后来遇些行内的人 因此被推荐给网剧 匆匆那年试镜演员 第一轮试镜白静廷因为没有准备 台词念得一塌糊涂 原本他应该被刷下去 但片方却看到白静廷的少年感气质 于是第二天又把他叫回来演小角色 结果他越演越好 于是在剧中饰演了悄然一绝 片方当时看中的少年感 很可能就是白静廷这种收敛的气质 因为剧中的白静廷也同样充满书卷气 安静 温和 内敛 所以在往后的影视作品中 白静廷有一大部分都饰演这类角色 这并非说他戏路限定于此 只是说在他还未完全自成一派时 适应远比改变更重要 从白静廷与刘浩然的成长路线来看 明显刘浩然更胜一筹 但这种胜出不是实力的优胜 而是两人路线不同所致 白静廷属于潜力股 比如刚出到的他 一度被大家认为是斯文老实的一类 可谁知他却慢慢释放了逗逼的一面 粉丝排队在他评论底下刷假写梗时 他不以为意 甚至主动加入其中 告诉粉丝破坏队形了 如果用粉丝最爱讲的话来评价白静廷 那就是未来可期 不管演员是否该有他的职业操守 抑或是这本就是他们应该做的 然而当作为观众的我们 真正因为他带入到角色当中时 便是他难以磨灭的成功 钢铁直男白静廷 随着他的荧幕初吻 推上热搜 相信他的演艺生涯 将会一直出现在观众的眼中 直呼钢铁直男的成长 是粉丝们最大的感动 相信他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